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这样一个游戏 那么这期课呢,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六讲 这期课我们的主要内容呢是绘制这样一个方块 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方块游戏呢 它里面的有一个比较动画 比较那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它的一个方块 那这个方块到底是如何绘制出来的呢 好,我们这节课呢就要来学习如何绘制这样一个方块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它的绘制出来的一个效果呢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有一定的一个立体感 然后有几个小的小块块组成出来的一个大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方块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知识点的话 会有一个是使用图片来绘制单个的一个小块 就这个小区域是使用一个图片来绘制的 然后这里面主要的一个方法呢其实是做imagine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如何把这一整块把它绘制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指定区域的一个绘制 然后组合成方块又应该如何来组合 那么这几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实际的代码来为大家讲解 如何实现这个方块的一个绘制 那么这里呢我准备了一个图片 好,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方块的话 其实它是通过这个图片来的 那其实有12347种方块 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编写 好,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上节课里面的话我们已经实现的部分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好,其实这个大的一个区域就是这样 这就是上节课里面已经实现好的一个内容了 这个背景已经有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方块的一个绘制 刚刚我们也看到这个方块的话 其实是主要是由这个小的一个区块 然后通过一个条件组合 然后组合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绘制这个block block是什么意思呢 block就是说我们单个的这一个小小块就叫block 那这个block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绘制 那这个样子我还是首先把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格式先给搭出来 好 这里呢用 我们最好是统一的按照这种方式去写 使用yourstruct的话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GS代码的一个检查模式更严格一些 其实这边的话也需要这样去做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再把它改造成这个样子就好了 好 既然是一个块 所以说我们还是按照对象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那这个块它我们会给它传什么属性过来呢 看一下其实是一个类型 这个类型有什么作用 这个类型的话是为了指定 因为我们这个方块里面的话有七种 那这个类型的话就可以指定我们到底用哪一种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想把我们要把这个block要存起来 好 这是它的一个传递过来的一个属性 那其他还有什么属性呢 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们这个每个的一个块的一个大小 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块的一个大小是多少呢 这个块是30乘30 那这个时候这个大小的话也是需要把它记录在我们的这个块的这个地方来的 因为它到时候我们绘制图片图形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属性 那除了这个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属性呢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的这样一个大小 这个大小是做什么用的呢 其实也是这个地方我们注意看 这个图片的一个大小是多少呢 是32乘以224 32就是它的一个高度 那这个224其实是32乘以这个7 所以说它的这个区块的一个宽和高 它是多少呢 它是32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原始的是32 但是我们实际上只需要30 那这个时候我们绘制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除了这几个属性之外 那除了这几个属性之外我们还需要有哪一个属性比较重要呢 就是说我们要绘制肯定是拿一个图片来绘制 那这个图片到底我到哪去拿呢 这个呢这个就要使用到我们上节课实现的这个 我们下节课实现的这个图片 我们下节课实现的这个图片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有个geter resource方法 然后我们在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看一下 我们在里面存放了这样一个block 所以说呢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好 这个呢就是 好 它的一个实力 当然我们也是要来扩展它 这个地方扩展 因为它暂时的话 我们还是用统一的一个方式来做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肯定要绘制 那这个绘制我们应该要传哪些参数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绘制的地方 肯定是一个context 那我们要从哪个地方开始绘制呢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x坐标和y坐标 从哪个点来绘 那么这个时候绘制的一个具体实现就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要来画绘制图片做imagi 然后呢是找要把这个图片找到script 好现在开始取它的一个坐标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这个参数应该是什么呢 是alphaset x 就是说它的这个起始坐标 这个坐标是指什么意思呢 是指这个图片里面的这样一个坐标 所以说当我们传递这个blocktype的时候 如果是从1开始的话 那我们这个坐标就应该是怎么来做呢 我们这个坐标就应该是raise.blocktype-1 然后呢要乘以我们的什么呢 原始的一个size 然后Y主很简单 Y主就很简单 直接是一个0 然后我们需要什么呢 它的一个宽度和它的一个高度 好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把我们这个图片从哪个地 从哪个从哪个点开始取多少 把它取出来了 然后我们要画出去的一个大小 又应该怎么做呢 要画出去的大小的话 就应该从raise 就该说什么呢 我们传递的这个x 然后要乘以我们的这个size 然后Y呢 也是要乘以size 到底从哪个地方 这个xy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坐标 是我们到底从第几格开始画 123这个格子 因为我们是13个列 然后20行 那么这个xy就是行列的一个意思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就还有绘制的一个大小 它的宽高都是一样的 好注意了 这个方法的一个 这个函数的 它的这个参数是比较多的 一定要记住 比较多 好 那这样子的话一个绘制就已经OK了 我们再通过block把它挂载出去 当然单纯的从它里面来是看不到一个效果的 因为它只是一个小的一个区块 那真正的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它的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区块的一个方块的一个绘制 好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什么呢 方块 这个ship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方块的一个意思 当然 标准的格式 先套出来 就好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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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先把它默认的一个布局给拿出来 看一下 这个布局的话一般来说是一个二维宿主 当然它有几列 我们就具体来看 那这个地方我先来画什么造型的呢 先来画这个样子的 好 这样有一个有点像就是一束一横的这样一个格子的东西 那这里面它会怎么构成的呢 我们就假设它有有元素的这个有block的地方设置为1 其他地方设置为0 那它的一个形状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 想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像一个图形呢 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图形绘制出来呢 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它也会有一个做这样一个方法 来绘制 它绘制的时候直接给什么呢 给一个context就可以了 因为它自己有xy 所以它就不再需要传递xy 就直接这样子就行 这里面能怎么做呢 很明显我们肯定就是便利这样一个布局 好 我们要把它一层一层那个绘制出来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这个布局先给弄出来 Layout i 是一个二维素组 所以说我们要用二维素组的一个便利方式 找到了之后 我们要怎么来做呢 如果发现它的这个layout里面的这个元素值 就是exo 不是exo 是ij 它这个元素值是1 就是说有值 所以呢 这个block就要来绘制 当然这个参数我们看得到 一个是 好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绘制出来 好 我们先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绘制出来 那我们就来找一个地方来启动这个绘制 那我们在哪来启动这个绘制呢 我们想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个board上面去绘制 那这个board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去想 board它肯定也会有这样一个ship 这样一个属性 那它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挂着 使用window来留一个ship出来 留出来之后 这个ship就可以用了 那用的话 我们的这个什么初始化这个方法里面 来ship点什么呢 然后它的参数是什么呢 它的参数就是说我们这个context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context传递给它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是否能够跑得起来 那这个时候需要注意 我们需要同样的引入这些元素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引入进来 src 进入这个先后顺序 先是block 然后呢 才有我们的这个ship 好 我们来刷一下 看能不能成功 哎 我要成功 我们看一下原因在哪 哦 它这个ship没定义 这个问题在哪呢 ship 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加race 所说访问不到 再来 哎 看一下 我们这个图形是不是也就出出来了 那如果我们想要换个颜色怎么办呢 换个颜色的话 我们就只需要在这个ship里面 切换这个block就可以 这个block是有七种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第七个 再看一下 哎 颜色是不是就变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个方块 也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绘制出来了 好 我们再把这边的代码给做一下统一的一个处理 比如这个converse 其实这个converse这边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统一处理的 所以我们全部改成这样的这种形式 看起来就比较好 好 这是我们的converse 然后resourcemanager 这个converse 破的 一个具体的一个对象 来进行一个管理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好 报错了 这个board找不到 board找不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原因是在哪呢 因为我们这个board 因为我们这个board 它并没有在这个windows上去挂载 所以说它找不到 那同样的问题 我们看这个converse有没有挂载 同样的 那说明这个也会有问题 看一下 没问题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话 仅仅是这个造型它还不会动 而且它有不同的几种形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我们会在这个ship里面 做一些布局相关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它是有layouts的 这个layout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有几种形态 这个形态有什么用呢 这个形态到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来做这个切换 就是说到我们点击上的上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让它左右旋转这种方式的一种做法 那其实它的第一种基础形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我们刚看到的010 还有11 11 好 这是它的一个第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它还可以翻转 翻转之后是怎么样子的呢 翻转之后的造型的话就成了 好 我们来换个图 太卡了算了 我们直接来看 翻转之后就应该是这样一竖 然后横着有一横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 有三 有三行的一个数字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10 第二个呢是11 第三个呢是10 0 好 应该是这个造型的了 好 应该是这个造型的了 那么它还有第三种形态 第三种形态就是我们 倒着来的上面那一排是1 然后呢下面这一排是010 好 第四个 第四个形态的话就是偏左的 所以是01 这里呢要脑子里面 各着图形 然后把它填充出来 好 01 那这个layout的话 我们这儿其实就不需要这样去写 我们就直接 用layout的一个 1或者说2 这种做法去用 那我们如果变成2之后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图形 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就相当于它是 翻了一转 翻了90度 那如果是3的话 看一下 就跑到下面来了 又翻了90度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 快的它的一个形态 好 这些课呢关于方块的绘制的话 就是这些内容 下集课呢我们开始讲这个键盘的一个控制 那我们下集课再继续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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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